然番剧场!然番啦! 为了这次战争,风希早已经做好了路线布局,沿途实物补给站、大桥、能源仓库、各种建设全部提前打造完成,一共是三条路线的规划打造,即使中间有路线出现问题,他还是能带领破小军前来未来城。 听着耳边装甲车发动机运转时的轰鸣声,风希拿起平板,开始查看前方侦查无人机传回的实时画面。 这时秦时空的身影忽然出现在了他的身旁。 阿琪,我有些不安,总感觉有大事要发生了。 听到这番话,风希当即抬头望向了秦时空,面露疑惑。 秦时空预测未来的能力虽然不稳定,但准确力却是极高,每次秦时空给出预测都能作为重要的参考。 听到这番话,他的表情变得严肃。 老秦,你的意思是,我们前往未来城的行动,会由我们预料之外的危险出来。 不是,我的感知方向不是未来城方向,而是星城方向。 听到这番话,风希不由地一愣。 星城? 对,我预感到那里会有大事发生。 听到了这番话,风希停下脚步了,转头望向了星城的方向,眼中浮现了一抹疑惑。 星城的情况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才是啊,现在领域弱族已经完全沉浮于他,夜影族与老迷已经提前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历史角度来看,星城这个阶段也不会有任何大事件发生才是。 难道,是他改变了历史,造成了潜在的隐患事件发生。 就在这时,联络器发出了声响。 他没有犹豫,当即拿起了联络器,按下了接听键。 阿琪,星城出大事了,所有能源血都被切断了。 听到琥珀院长急切的声音,他当即意识到情况似乎失控了,并且此事并未在历史中发生过。 面对突发情况,他当即询问道, 齐院长,你详细描述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面对询问,联络器那头的琥珀院长缓了数秒,平复情绪之后继续开口道。 星辰西区的各大能源研究院,掐断了星城的电力等能源供应。 同时,星城上空出现了一座巨大的阵法。 我怀疑这是一座空间传送阵。 星城内的能源都被输送至这座传送阵内,用于阵法的运行消耗。 深吸了一口气后,琥珀院长语气凝重了。 我怀疑有领域势力要降临在星城了。 听了琥珀院长的解释,风奇的表情顿时变得严肃了。 许多缺失的情报线在他的脑海中相互关联,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报线。 银灵,能源研究院,银月族傀儡,银月族降临。 数年前他就发现了星城内可能有银月族的先锋成员潜伏。 但在当时的他看来,银月族的布局与他这条战斗线并不冲突。 毕竟银月族的降临是在黎明军创造的黑暗时期的末尾。 当时他曾经试着抓出潜在的领域势力,也就是可能提前到来的银月族。 但是那次行动已失败告终了,想到银月族并不影响到他这条战斗线的推进, 他也就没打算再把精力划在银月族这边,到时候会有另一个他去展开调查。 而他最关心的还是战斗线的推进计划。 但现在,他忽然明白了这些支线情报的来龙去脉,也明白了银月族的布局到底是什么。 正常的历史线中,银月族入侵新城有一个前提条件。 这个前提条件在他看来只是巧合,但是现在看来完全就是必然。 当时的历史情况是,新城军部大量的战力出兵前往蔚来城, 想要帮助蔚来城抵御领域场的突然大面积扩张。 盘踞在新城外的银月族就是在那个时候朝着新城发起了战争。 当时正是新城手备力量最为薄弱的时候, 面对扩张而来的银月领域场根本就没有抵挡之力。 现在想来,当时肯定是潜伏在新城内的银月族先锋成员, 给新城外的银月族产递了情报, 从而让银月族毅然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进攻新城。 只是银月族算漏了西盘的存在, 导致这次看似必然成功的战争最终彻底失败了。 时间线回到了现在, 现在新城外还没有降临银月领域场, 所以他才会十分肯定地认为银月族在这条战斗线翻不起风了。 但现在看来, 潜伏在新城的银月族战士根本就是做了两手的准备。 准备一, 历史上发生的那次先降临银月领域场, 函聚在新城外等待机会出现。 潜伏在新城内的族人提供情报内容, 寻找机会, 发动战争企机, 新城绝大部分的战力支援未来城。 准备二, 控制能源研究院掌控新城内的所有能源线, 发动战争企机, 新城的战力全部出城, 前往未来城。 在这个时间点, 切断新城的能源供给, 将全部能源用于勾勒超大型的空间传送阵, 让族人提前一步降临。 想到这里, 风奇的面色变得极差。 他看到的是银岳族在历史中的行动轨迹, 却没有想到银岳族早已做了两手的准备。 此时星城的战力已经全部离开了星城了, 显然让潜伏在星城的银岳族看到了成功占据星城的可能。 这时候再加上源源不断的能源供给传送阵运行消耗, 银岳族举足降临就显得那般的顺理成章。 风奇在这时不由地握紧了拳头, 现在还有一个机会能够阻拦银岳族的降临, 那就是拦在通天路上的通天战士。 但他害怕另外两种可能出现, 假设这次想要降临星城的银岳族不携带领域场降临呢? 携带领域场降临的风险远比直接降临更高, 暴露风险呈直线上升。 但银岳族入侵星城, 显然是想要以星城为未来布局的起点, 所以是否携带领域场降临对于银岳族似乎就没有那么重要。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银岳族开辟的传送通道, 凑巧没有通天战士的镇守。 这两种情况, 无论哪种情况在他看来都是十分的不妙。 更重要的一点是, 星城会是接下来对于未来城战争的最后方的补给战。 一旦星城告破了, 后方补给将彻底的阻断。 即使他沿途打造了诸多补给战, 但还是会影响到这次对未来城发动的战争。 一步错, 不步错, 千算万算, 却没想到还是功亏一篑。 领域势力的狡诈远远出乎了他的预料。 对于未来的布局, 没有一支领域势力是傻子。 比如这次出征, 他又如何会想到银岳族早就在等着这样的机会了? 是他给了银岳族提前百年占据星城的机会。 行军五天, 现在大部队想要赶回星城已经没有可能了。 他彻底失去了绝地翻盘的机会。 这条战斗线前面的所有努力似乎都将在接下来的银岳族降临中功亏一篑。 就在这时, 他脑海中忽然灵光乍现, 他想到了一个人, 或许他能够立一晚狂澜。 想到这里, 他当即拿起联络器输入了琥珀院长的代号。 等待数秒之后电话通了, 风气在这时急切地开口道, 琪院长, 快去琥珀分基地的囚牢寻求天书出手。 一小时后, 琥珀分基地地地地囚牢。 听了琪院长的急切解释, 身处昏暗环境中的天书在这时缓缓睁开了眼。 我明白了。 挥手间特制牢笼的大门缓缓打开, 背后的神闻在这时绽放璀璨的光芒, 源源不断的力量透过神闻涌入体内。 天书骨瘦如柴的身体快速充盈, 琪珀的头发也在神闻力量的管输下快速生长。 体表的污垢与死皮纷纷脱落。 当天书重新睁开眼, 他变成了25岁左右的年轻模样。 漆黑的眼眸中光滑流转, 这时候的天书完全变了个模样, 仿佛脱胎换骨。 他在这时望向了琥珀院长。 多远一点,我要出来了。 听到这番话, 琥珀院长当即点头, 随后快步离开了囚牢区域。 待琥珀院长离开, 天书凝神吸气, 最后恐怖的力量骤然爆发。 请不吝点赞,